宋魏巴唐高氏 风雨兴中秋,此路无知己,明珠莫暗头。 此时写高氏在骑水未滴,送别魏巴时依依不舍之情,高氏事先准备好骑上美酒,然后骑马到驿站,与魏巴泛舟骑水,船行进在弯弯的骑河上,两岸山岭乌云密布,风雨大作, 适逢中秋,诗人告诫魏巴,若无知己,不要明珠暗头。